富州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相当适合种植各式农产 所种植出的芭乐更是硕大未美 所以许多农民也选择在此种植芭乐 我们这些产地 因为很适合种这些农特产品 所以在我们富州这边 大家在种的农产品比较多 我们在地去也很适合种一些芭乐 这个荷叶文差大 所以我们吃起来芭乐很脆 富州地区的优质环境 再加上农民的用心栽种 所出产的芭乐产量与品质兼具 且一年世纪都能采收 现今也成为代表性农产之一 许多农民都投入种植 最早的是种泰国芭乐 怪的 现在营充这个珍珠 我们台湾改了珍珠芭乐 整个都改了种珍珠芭乐 珍珠芭乐在我们这个地区 因为有罗水化的灌溉 还有去校的关系 所生产的芭乐品质真的好 收量真的稳定 还有照顾上也不太难照顾 而且它整一趟天都可以修行 只要你把煎鸡在后面差不多半年 你就能把芭乐修行 所以说三鸡可以自己丢借 所以说整一趟天都可以修行 就是对农予来说是一个真好真好的作物 先议员蔡萌尔表示 即将进入夏天 富宙地区许多美味的水果也陆续出产 我们现在夏天到了 我们真的很多水果都纷纷的丧市 也都真的成熟好吃 尤其在我们的珠珊镇 我们的副造力 芭乐的散业是非常大 不然是大 而且我们的副造力所建出来的芭乐 非常好吃 很脆又很甜 在芭乐以外的也是有火龙国 有猫股肝 丁丁很多水果 希望如果要吃水果的民众 能够来我们第三年 付出力 尽力尽到很多水果 食物又好吃 欢迎大家来菜买 议长何正凤也指出 富州地区的农产 在农民用心培育下 每样的品质都是一流 也要请民众前来富州 购买品尝这些优质农产 记者鲁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